《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我祝你 算你是真相 我是你的真知识 但我不只会何人共 我是若是不解释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星期日又是我们信仰分享片 今天会接触之前所说的 如何寻求神的心意 今天就到了第四个阶段 但在镜头前面的你 我相信你是有那个素质 什么素质能够达到第四个阶段 就是一个要的心 我相信对于你来说 也不容易 由第一条片 第二条片 第三条片 我正在讲一个历程 一个尽情 由第一条片 开始的时候 可能大家 都立刻很想知道 那怎样呢 有什么方法呢 怎知我说了 都好像未到 那样 说到上一条片 最后一条片 最后一条片 都会有些东西 听到 对吧 因为说到方法 怎样能够做得到 那样东西 不过呢 都只是停留在方法 你会发觉 当你越是停留在方法 你走不出那个困局那里 什么困局呢 就是 你会发觉都很疲累 不断地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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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 大大小小 凡事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轻忽 很容易就会 有些人就说 用了自己的意思 做了某个决定 所以有一些基督徒 就上次说了 就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 神给我们有聪明智慧 是在一些事情上去决定的 那 似乎 当有这样的解释的时候 就满足了他们的一些心态 就是 我们不是用了自己的方法 而是神给我们有智慧聪明 去应对某些事情 不需要凡事 不需要各样的事情 都是求问神的 但是上次我已经说了 我不认同 我是倾向凡事 不过那个凡事 直接讨告其求 那个凡事 是由心而发的 是因为 好像两个人的相处 所以希望更多的去明白 知道他的心意 这样的出发点 你就会来得自然 来得舒服 不过这些都是留在方法 来到第四个阶段 上一次说了 如果用武俠小说来说 那些说法就是 手中无剑 心中有剑 这个很抽象 所以从一开始我已经说了 第一 第二个阶段 你很难 你根本上没有办法去进入到 理解到第四个阶段的人 是怎样知道神的心意 不过从第三个阶段 上次我说到 你就开始慢慢感受到 因为第三个阶段 我不是说过 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 你可以说方程式 前人就说了 有神主观的话 和客观的话 再有环境的印证 和里面的平安 里面的平安 我引用到有一节经节 圣灵的恩膏 这个恩膏在你心里面 去教导你们 是不需要其他人去教你的 这一个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平安 你里面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你做起那样东西 你不是很牵强的 你不是很围难的 你也是很畅顺 舒服的感觉 很像很恩膏的淘末 有些人举例 就是好像天气干燥 塗一些潤枯膏 你会觉得很滋润 很舒服的感觉 这种经历 其实是牵涉到 第四个阶段的人的经历 不侧重于方法 而是侧重于你是什么的人 今天在这么简短的时间里 我尽量尝试用那些明白的说话 或者比喻去说 简单来说 第四个阶段 就好像两个人 无论你是兄弟情 或是夫妇情侣 或是夫妇情侣 或是知己 当两个人越是感情深厚的时候 你会发觉 我们也有说的 就是有默契 和心灵相通 这些字眼 就是那个感觉 就是类似那样东西 就是当你和主之间越是亲密的时候 你会和他有默契 和心灵相通 如果用熟灵的比喻来说 不单止是你和他的亲密 其实当中的关系到有一个生命的关系 这个生命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熟灵的生命 是不是一下子叮 你就可以立刻跳到另一个阶段 是有一个历程 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由婴孩成长到成熟或者成人 是有一个生命的历程 是不是 人的生命是需要几十年的慢慢的成长 其实熟灵的生命也是这样的 是需要慢慢的成长 而这个慢慢的成长 你的供应和吸收 是在于你在这个历程里面 你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你愿意 其实过往说过 你怎样能够成熟成长 譬如基督徒的四个阶段 有说到 在这个阶段里面 是很漫长的 也随着你越过越成熟 你是会越过越认识神 来到第四个阶段 不是在于如何寻求神的心意 而是你应该成为什么的人 然后这个人是越过越认识神 是自然而生的 而不是一个方法怎么做 而是你成为什么的人 这种人是会自然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认识神 那这种人是什么人呢? 在圣经来说 就是一个字眼叫熟灵 熟灵的人 在新约里 如果你翻查熟灵 或者熟灵的人 也不多说 不过 他有在很多经节里面 子女行间透露了 什么是熟灵的人 或者你可以引用到一些经节 去推引那类的经节 就是说到有关熟灵的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熟灵 这些熟灵的人 他们是借着什么 认识神 或者知道神的心意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这里说了 除了神的灵之外 是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要用神的灵才知道神的事 第十二节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第十五节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这里所说 圣灵参透在万事里面 但是属灵的人 他不是需要寻求 而是他能够看透 所以重点就是 你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只要你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你就自然能够看透万事 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 如果我们里面有圣灵 而我们又是一个属灵的人 我们就能够看透 因为圣灵参透在万事里面 所以为何万事互相效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 就是因为圣灵在每一件事物里面 只要我们是属灵的人 我们能够看到 世味道当中 神的心意是怎样 好了 接着就要看 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但是在圣经里面 你发现是很难找的 不过我们可以从反面去看 怎样不是一个属灵的人 我们就可以推敲到 怎样是一个属灵的人 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 但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这里已经说到了 不能够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能够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原来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在宝来说是属肉体 即是未成长的 属灵的生命 你虽然有那个生命 即是你未成长 唯一的大人 你也是一个属肉体 虽然你有那个灵 三章三节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质道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原来基督徒 你虽然有神的生命 你虽然有神的灵 你虽然有神的灵 不过如果你仍然有一些漏乘 譬如是质道纷争 那你就是属肉体 你仍然是婴孩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原来当我们照着世人的样子行的时候 有一些这样的行为举动的时候 你就是属肉体 你是为婴孩 所以再按照之前 前书二章 既然你不是属灵 你就不能够知道神的事 属灵的人 能够看透万事 但当你不是属灵的人 你就不能够看透万事 你就不能够去认识神 这个生命是一个循环 一个轮 当我们越是认识神的时候 多一点认识神 应该是带进我们更多表现出来 就是等于我们选择这首诗歌 是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 当枝子越联系于葡萄树的时候 你在里面有供应 你越是有供应 你就越是有生命的表现 比如是 越是成长 和发芽 是相辅相成的滚动 你越是联于他 你就越是有表现 在哥罗西书一章九字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吾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漸漸地多知到神 这里讲到一个进程 这个进程也是一个循环 第九节一方面说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吾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这两节的旨意在原文都是形式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当你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 又会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你就会越是结果子 然后你越是结果子 又会漸漸地多知到神 这个知到也是认识 你又会漸漸地越是认识神 你越是认识 你就越是会结果子 你越是结果子 你就会越认识神 来到第四个阶段 是生命的事情 不是方法 不是有什么方法 按着怎么做 我们不像第三个阶段 有方程式 怎样做 怎样做 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 不是 这一次更加进一步 不是断刺去求问神 而是你只需要成为什么的人 你就自然能够看透 你就自然能够知道神的心意 或者是认识他 在我们选择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首诗歌词 因为有很多节 所以我们当中只选择 有十节那么多 我们选择了几节 如果你有心觉得这首诗歌挺好听 你可以上网查一查 他的第一句歌词 就是他的歌名 你可以查一查 这首诗歌的诗人 他写这首诗歌 是因为他经历了一个属灵的关口 一个突破 由他寻求方法 又一个突破 发现神给他开启 是一个生命的关系 他越是想 最初那几节讲到方法 他很想能够有更多的结果子 更多的荣耀神 更多的见证神 更多的认识他 但是他发现他越是想这样做的时候 他越是不能够冲破 好像越是在自己的里面 好像越是在这个方法里面 他不能够突破得到 但是当神开启给他看 他已经在里面 他已经是资子 他发现原来这是生命的关系 他只需要保持着自己 正如主说 我们要尚在主里面 我们只要把自己保留在主的范围里面 只要我们保持着 不离开着 我们就联于葡萄树 这个生命的关系 我们就会一路吸收养分 然后我们就会越来越有生命的表现 这个是第四个阶段的人 那你说 咦 那说完之后 你又好像有点迷惘了 第四个阶段 不需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又回到这个方法 就是有他自然 所以就是我所说 手中无劫 心中有劫 你所做的 不是在外在上 你需要做些什么 而是内化了 你在里面去操练你的精确 在里面联于住 在里面更多的去亲近住 去多一些的去认识他 因为是时间的关系 你会发觉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讲到 不要效快这个世界 也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怎么样 你会看到 如果当我们像世人那样子行的时候 我们就越是偏离了这个生命 越是属肉体 仍然是婴孩 所以认识神 或者是寻求神的心意 是有一个历程 是需要慢慢的去成熟 随着我们生命的成熟 我们就会越是越认识神 我们就会越是越能够在环境 人事物当中 看见 誓味到神的大灵 我记得 当我看《大德生传记》的时候 他那句话怎么说呢 我不记得了 但他的意思就是 当一个熟灵的人 他应该要学习 在环境里面看见神的作为 因为环境是神的手 我们需要在环境里面去认识神 除了神的话 是你能够在环境里面看见神在当中的布置 而在这个基础上 你必须要去学习 去信靠神 尤其是信靠万事 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 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 你出到去 本身打算赶巴士 但是那个巴士 刚刚在你的眼前 目送了他离开 这样 有时候也很催胀 但是那个巴士最催胀的是 半个小时才有一班 你真是生气得爆炸 他也不肯停 他明明在到后镜里面看我一眼 也不肯停车 我都到的了 有些巴士司机是这样的 你偏偏就要走 然后半个小时才一班 你偏偏就要生气得爆炸 但是 建基于万事 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 你要学习在里面 顺服这句神的话 你要在里面 顺服神的带领 然后去学习 安静 世美 神 半个小时才有一班 走了 那现在怎样 究竟你有什么心意呢 里面要学习操练这件事 正如上次 我有引用到这一节的经词 你才能够操练 去更多的认识 试味道 恩高的教训 如何在你里面去运作 可能你那一次 火刀烈了 走了的巴士 半个小时一班 谁知道那一次 当你肯顺服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之后的故事 原来是不一样的 无论环境有没有转变 起码在你的心态里面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成熟了 你会更能够去活出 不在是利 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 你本身是火爆的 你本身已经是 哇 咬牙齿齿 有没有搞错 你想破口大骂 你想立刻指着前面的巴士 有没有搞错 这样的时候 当你传着忍耐的心 主呀 究竟你有什么心意呢 圣灵是参透在万事里面 但你偏偏就是要这辆巴士 那巴士自己看着我追过来 他等到我最后那辆巴士站 他就开车走了 主呀 究竟为什么 神可能就给你看见 可能 转头 你在等巴士 接着电话来 谁是谁 今天不要回公司 去哪里 去哪里开会 我去哪里 李老板可能叫你去其他地方 我跟着你 原来不需要坐那辆巴士 因为那辆巴士等半个小时 或者等四个字 但是一坐就坐你半个小时 九个小时 你可能就失败了 你能够去赶赴 去帮你老板去做那件事 又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你就真的要等那四个字车 然后你就很忍耐地 我都试过的 明明是迟到 哎呀我都迟到了 真是搞不定 主要求你给我一个救用的恩典 谁知道回到公司 原来那一天根本上 就不需要那么早回公司 原来那一天 大家可能有一些调动 是可以迟半个小时回公司 我试过 不过我细致忘了什么事情 试过好几次 不知道是约会 还是约了人 我都发觉 哦原来不是那个时间 那你说咦 那件事情是不是白了 不是的 在你生命里面 起码做了一件事 你成熟了 在你生命里面 再一次经历了主的恩典 还有你自己的生命又成长了 当你越是成长的时候 你会更多的认识神 还有你里面那份的操练 那个恩高的教训 你怎样能够明白 知道恩高的教训 在凡事上教导我们 你会更加再进一步 更加能够听见 或者很多人说 你怎样知道神的心意 你怎样听见 就是这样 在一个操练 在一个形式里面 越过越成熟 你越过越认识主 你就会越过越在环境 在人事物里面 看见神的手 从当中能够看透万事 好了 今天这段影片就讲到这么多了 我不知道我能否说得大家明白 其实第三个阶段 你会越过越经历到这种感觉 所以在镜头前面的你 有很多是第三个阶段的基督徒 你应该也有这样的经历 但我们也不要停留在这里 像诗人那样 这首诗歌 我们慢慢要脱离方法 而是侧重于生命 在生命里面成长 去认识主 我们跟他之间 就越来越有默契 姑且这么说 是心灵相通 我们越过越知道他的喜好 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成长 我们里面有神的灵 这个灵是越过越成熟的 所以我们会越过越认识他 当一个人 他的喜好 越过越似另外一个的时候 或者说他两个之间 越有心灵相通 越有越默契的时候 就真的不用各样东西都要问他 而是他自自然然 一个颜色 一个眼神 甚至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 你都知道 对方在想什么 他的喜好是什么 这就是在生命里面 为什么他其实是一步到位 由此自从他一讲 就讲第四个阶段 所以你会发觉 宝朗在写书信的时候 他不是说 我没有神的话 去吩咐你 他讲完之后 他虽然说没有主的话 他讲完一大篇的时候 他说 我想 我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他没有主的话 去分享 去写书信 去讲他以下所讲的东西 但是 说完之后 他说 我也是被圣灵感动了 这就是手中无劍 心中有劍 他和主之间 是亲密到一个地步 他好像知道主在想什么 这段影片 希望在这么简短的时间里面 第四个阶段 是如何认识神的 我们有点谈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分享 最后我们知道 在认识你的事情上 是一件很难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难 是因为我们倾向了方法里面 神也求你得障我们 叫我们在生命上来连于你 叫我们在生命上 越过越障礼 越过越不障世人 以至我们越过越是属灵 在生命里脱离婴孩的阶段 趋向属灵的阶段 当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我们就能够越过越认识你 我们越过越认识你的时候 我们越过越活得障礼 我们结出很多果子的时候 我们越过越认识你 主耶稣 我们求祢得障我们 说话可能难以表达 这个生命的历程 但求祢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来点起 来开启每一个人 让我们能够明白 你的心意 明白你的旨意 我们简短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下一次再分享基督的信仰 下一条片见 拜拜 但是主啊 我不明白 我在你面对善言 我愿醉就要去存在 我愿发愿在外边 但你识说你已识数 我也是你的知识 当我心意存我救足 取消灵性 正确定 一阵一阵�neg 一阵不需要过去再污 这是我依在内 多久乃fan诺 便要离开 不是融化的地位 我坚持又完全安息 直到你是我一切 你是相依 你是能力 和我一切都了解 我坚持又能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